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麦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应该说是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澳洲方面 在上周五的走势依然是非常的不尽如人意 整体市场是下跌了0.9% 其中主要的矿产和金融股 下跌幅度分别是超过了2%和1% 最终使得澳洲大盘再次是跌破5400点 目前距离5400点足足有超过50点之远 中国方面在上周五也依然没有表现出强有力的反弹 上海和深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上海方面是下跌约0.5% 而深圳方面下跌幅度则约0.8% 两市的成交量分别都不是很大 这也说明现在上海和深圳 依然是处在3100点以及11000点 两道关键门槛之下 那么欧美股市在上周五是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 特别是美国方面 欧洲三国下跌幅度相对还稍微少一些 但是也是超过了1% 而美国方面由于朝鲜在上周五的时候 宣布了进行核实验以及美联储官员再一次出来强调 有可能加息的言论 使得美国股市经历了自6月24日 也就是英国脱欧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道琼斯指出在上周五晚上一晚之间 下跌幅度达到400点之多 准确的说应该是394点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也分别是下跌超过了2%以上 同时随着美国股市的下跌 美元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 这样一来的话 所有的非美货币 包括了另外像一些黄金石油 以及以美元来做定价的产品 均遭受了重大打击 那今天我们这个热门话题 就着重来看一下 在上周五晚上的这一次巨大的市场波动 应该来说的话 是一个核弹的效应 抵不过美联储官员的一句话 我们看到在上周五晚上 欧美方面特别是美国方面 是表现出了惊人的下跌 如果我们从周五发生的消息 来把它过滤一下 两个负面消息 刚才说到的 一个是朝鲜方面再次进行了核试验 另一个则是美联储官员 是波士顿分行的联储主席 出来说话 他本身是一个鸽派人物 但是他再次发表了鹰派的论调 说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加息的可能性应该是 不应该被减去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一个市场对于九月份 美国可能会加息的预期 是再度得到了提升 我们知道在八月份的会议上 美联储是说到今年有可能加息 随后副主席说到今年加息并不是说只有一次 之后但是随着美国三个连续出来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使得这个加息的预期从原先大约是有50%降低到了30% 但是在上周晚上随着一颗核弹 再加上美联储的原本鸽派的官员转向鹰派 使得现在市场再次因为加息还是不加息的因素 发生了巨大的波动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美国股市在下跌了400点之时 美国的国债大幅上涨 黄金下跌 石油下跌 但是如果从当时的市场情况以分钟来看的话 在朝鲜发布这个消息之后 美国的股市虽然有下跌 但是跌幅远远没有到那么多 而正是美联储官员的一番鹰派的言论 也就是说可能要加息的这个论调 才使得股市真正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换句话说就是朝鲜的一颗核弹的威力 还不及美联储官员 还不是正副主席 只是有一个投票权的官员站出来说的那一句话 那么市场可能要问 那么这样的下跌 以后会不会还继续有呢 如何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应该对此如何看待呢 那首先呢在说这个美联储到底要不要降息 或者说要不要深息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今年绝大部分国家的股市 包括了美国啊欧洲啊 日本啊澳大利亚等等 很多股市或者是这些市场的上涨 其背后来源或者说本身的因素 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呢 这个全世界应该来说现在除了美国 各个国家的央行呢 都在进行的降息降准 或者是引发货币来刺激经济 那美国呢为了不让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其中也受到伤害 从最初预计降息的四次 降低到呢最多的一次都没有 虽然在过去的几周 把预期重新提高到了一次到两次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呢 美国股市在过去的八个月里面的走势 正是得益于美联储延迟 或者说不断的找借口不加息 美国股市才能够创出今年的新高 那么这些股市的上涨 或者说是外汇的下跌呢 或者说是包括了大宗商品的反弹 都是建立在背后强大的 央行的财政支持技术之上 那么这样一来 如果这样的支持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打了折扣 那股市和惠市呢 就很有可能 或者说很容易呢 就会露出其原本的面目 换句话说 现在整一个市场的上涨 就像是呢 一个小孩目前骑着呢 是由两个轮子在后面支撑的 四轮自行车 一旦把后面两个轮子去掉 那估计呢 他还是会摔跤 不会汇气 那么在上个月G20的会议上面呢 各国首脑也是流露出来 在这个声明里说到呢 目前世界上的经济啊 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不能只是靠货币政策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经济调整 还是要从本质上去改善 而不能仅仅只是依靠 不断的增发货币 来维持住暂时的繁荣 所以在这个声明之后的一周时间里面呢 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也分别召开了各自阅读会议 那令人惊讶的是呢 或者说不叫令人惊讶 令市场上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呢 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在各自的会议上呢 并没有再一次提高 或者说增加他们的刺激力度 你可以把这个解释成 他们是为了等待美联储 9月21号的会议 但是呢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呢 现在各国央行呢 都不再希望通过大量的经济测 这个货币政策来刺激 刺激这个经济 那对我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 现在的经济呢 应该说在过去的一两年之内 都是靠着这个央行的量化宽松 换句话说呢 都是靠着打激素 再去刺激它 去维持住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长期以往肯定不是好事 一旦这个激素成瘾 那么即使你是恢复正常 只是喝水 不吃药 这个时候呢 身体都会受不了 所以说 我们呢 都不希望 未来的经济是靠着强行针 或者是这个次激素 去维持住它 所以说 现在这样的下跌 在我看来 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一件坏事 可以说 现在呢 这个市场呢 应该说是被宠坏了 这个低利率的环境 不可能永远存在 过度的货币宽松 和大量的货币增发 也不可能长期维持 这样的局面 迟早应该会被纠正过来 那可能每一次纠正呢 都会伴随着 有一些震痛 但是只要这样的纠正 不会酿成大型的金融危机 那么对于整一个金融市场来说 长期发展 一定是利益大于弊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的股市 那澳洲股市呢 应该说是非常倒霉 怎么说呢 自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 下跌永远它跌得多 上涨呢 反而它涨不过美国 所以美国股市 现在已经早就恢复到了 2007年以前的水平 而且是连创历史新高 澳洲股市呢 却始终再也没有爬回到 6000点以上 而且在过去的两周 美国股市仅仅从18500下跌了500个点 折合力度呢 仅仅只有3% 但是澳洲的股市 却从5600点 直接是暴跌至了5200点 跌幅呢 达到了惊人的8% 所以说 在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在一小时二小时这些短期通道上 根本就看不到澳洲指数下一个支撑线 只有在日线级别上呢 目前来看 5210可能呢 是目前短暂的支撑 一旦这个价格再次被跌破 那后果呢 将会不堪设想 那从目前下跌如此之极的情况来看 我们切记要有抄底心态 切记不要有这个抄底的心态 从那 那从趋势线上来看呢 目前澳洲指数下一档最终的一个小支撑 大约是在5180 如果这个价格再次被打破 澳洲指数呢 将会面临着深度回调的可能 所以今天在大跌之时呢 我们暂时是不考虑买涨 卖出单呢 则可以进一步 可以分为两种 可以在寄进一些5210跌破的时候挂单卖出 那保守一些呢 你可以参考在5185的价格呢 挂单卖出 那再来看一下澳元的美元货币方面 澳元虽然是像澳洲股市一样 也是遭遇了重挫 但是呢幸运的是澳元目前依然是维持在了日线级别的走势图上 也就是说澳元的长期走势依然没有被打破 因此在日前我们暂时现在呢不应该再长期卖出澳元 除非是连续那目前的澳元已经连续下跌三天了 我们知道这连续下跌三天之后呢 随时有可能会有小反弹 但是呢我再次提醒大家 在反弹真实来到之前我们切记去抄底 所以我今天本人会选择的价格呢 对于澳元来说可以选择在0.7560的价格挂单买入 同时卖出单可以选择在0.7480 再来看一下原油方面 那在上周五呢我说到原油价格的走势呢 在没有跌回8月18号的高点往下划的一条趋势线之前 都可以看涨 但是呢这一个价格随着上周五的晚上 这个石油价格跌破了47.3之后 那么这个空单就被出发了 接着在仅仅不到十个小时之内 石油价格从47.3直接跌到了45块五毛钱 跌幅呢达到了1.8美元 超过了4%以上 所以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目前呢我们如果今天一定要操作的话呢 可以两条线 一条是下跌一条是过去从8月到现在的一个 从底部向上划的一条上涨线 这两条趋势线呢作为参考 可以在45块四毛钱的价格呢挂单卖出 同时如果你想买回来的话呢 可以等到它重新爬回到日线级别以上 再留0.1的余地 考虑呢在46块一毛钱的价格呢挂单买入 46块一毛钱挂单买入 那当然了你保守一些买入的话呢 则需要考虑再冲上了47块以上再去考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黄金价格虽然是受到了美元上周影响 是有所下跌 美元上涨的影响 但是呢总体上来说 由于黄金是具有避险功能的 因此在市场波动或者是股市暴跌的时候呢 黄金的价值应该来说是会被突现 那从现在来看如果美国股市继续下跌 我本人并不认为黄金会有继续的大大的跌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黄金又跌破了1330这个通道 又面临着1330到1315这15块钱的范围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今天可以考虑的策略呢 在跌破了新低之后 我们考虑在1324块三毛钱挂单卖出 买入价有两种考虑 第一种呢可以在1330这个范围之上 立刻进场 1331的价格挂单进场 第二种保守一些 则要等待上了一小时通道线之后 在1334块五毛钱的价格再去挂单进入 最后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其实今天并没有特别大的事件 因此晚上时间段呢 并没有单独产品需要特别重视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